Hello 大家好 我是馬友 今集的還原美美美拳 我們請到一位女嘉賓 她應該是今集開始最美最美 改造前最完美的一個 她就是 Ginnie 大家好 我是陳盈 她當然是 bare face 我的皮膚也算是不錯 但你看看她 我的皮膚是美得真的 臉紅了 別害羞 別害羞 今天的改造是因為我們 拍了一個照片 將她是一個這麼隨便的 Ginnie變成一個很 Glamorous 很紅色的Ginnie Let's go Hello 大家好 我是陳盈 我也挺悶的 平時很喜歡留在家裡 看劇 看電影 陪兩隻狗 自己的風格 很簡單 舒服 很 everyday 如果由模特兒入行 原來已經有十年了 但如果計算演員的話 六年 所以都接近十年了 怎樣由模特兒轉成演員呢 就是有一次有個Casting 我不知道為什麼自己這麼幸運 可以種得到 主要是大電影韓戰 我第一次拍電影就是拍韓戰 之後就去了讀演藝班 後來就繼續繼續做到現在 我覺得我自己本身的Life Model 都是Carpet DM 所以我一向都沒有給自己太大壓力 我要成立 或者我的目標要怎樣 享受 開心 享受自己做什麼 是最重要的 當有一天 我是覺得拍電影 我覺得很累 或者我是很不享受 那我就會覺得 就是next 不過我相信應該不會有什麼味道 我不是很喜歡化妝嗎 我是不是很喜歡化妝嗎 唯一最大的缺陷就是 我的眼袋很厲害 那我就只會遮一遮眼袋 遮完眼袋 加一點點胭脂 我就出門後了 我們今天就有Charlotte Tilbury 專業的化妝師 她還有所準備定 畫了一個Face Chart Danny可不可以講一下今天的妝嗎 比較女人味多一點 整個效果出色 會變得比較快一點 眼妝和眼睛都比較快一點 而今天會用到的collection 就叫做Walk of No Shame 有沒有經歷過Walk of Shame的感覺 我經常睡覺會 不知道為什麼經常睡覺 我做夢是不穿衣服的 嗯? 我感覺原來都很傷心 可不可以有人解夢呢? 可不可以解釋 為什麼我經常做夢都是沒有穿衣服的 今天我們就有你的髮型師 Larry幫你去整理你的髮型 那今天的髮型又怎樣做呢? 簡單為主 因為不想搶妝妝 髮味有點wave 那這個Walk of Shame 兩年前出的一個唇膏系列 那這次就extend到有眼影 剛剛我現在反動都在用這個palette 這個顏色嗎?不是這個顏色嗎? 我正在用長一點 喔長那個 因為它剛剛好有四套 Walk of Shame 就是我形容它為橙通一點 就是pillow talk是粉一點 Girly一點 我首先想了解一下Genie 因為她是一個很環保的人 我覺得環保這個是 雖然很多人都只有一把口說環保 但是你是行動很實際的人 如果叫外賣 我會有自己的鐵盒 就是所有髮夥膠 儘量不用 有時候真的不行 因為近來疫情關係 就有很多restaurant 都不准用自己的東西 你會怎樣宣揚這個message呢? 我見到有人說用膠 我就會說 儘量一個一個人去influence 我也有時候會幾無禮貌 例如如果跟朋友吃飯 我會不讓他們吃牛肉 因為牛是要喝很多水 用很多田地 聽我吵 對 而每一年 因為牛是很多 很多人都喜歡吃肉 就令到有很多vorus 都產清了 就是將它變為養牛牛的地方 另外也有原因 我的小狗生病了 後來我就求 他沒有服務時 我就以後都不吃牛 有一段時間 是有想過 propose一個 variety show educate 大眾怎樣可以 environmentally responsible 少少 可能去不同的地方探訪 你拍過這麼多部戲 哪個角色是最難演的呢? 最深刻印象 比如 平安谷青蘭 這個角色是要帶動整部劇 因為他老公死了 所以他就要被人散撞 很深刻印象就是 因為那時候 剛剛快要過新年 龍力新年 真的去了一個 funeral的地方 旁邊左右都有 tombstone 就掘了一個洞 在中間 推我下去 之後又要下雨 之後我還要在泥裡 撥開 再走出來 那個感覺很難受 真的害怕 這段戲之前 我還要被 很多很多男演員 追著來 打 又要跳火圈 總之很多東西 有很多火 那個是最難忘 和最難演 我覺得最難演是 最平膽的戲 現在我是在做陳怡 我這樣說話 但如果當我是 說回那個角色 他說話和陳怡說話 是不一樣的 當吃飯器 其實不容易 所以很多人就會選擇 不如說 然後放下 你留意一下 你可以留意一下 那說回哭 一開始我都不會哭 那我搜尋過 怎麼可以最快哭 試過三年 我真的試過 但樣子是 好樣子 雖然是不一樣的 老土地說 你跳個角色的時候 你知道為什麼 這場戲他會哭 你就會哭得到 最動人的應該就是 跟羅蘭姐演跳躍生命線 那段是我最觸碰 因為兩個感覺都很痛 當你拍完一場戲 你真的有那個感覺 我覺得是最有滿足感的 我還沒認識你之前 我也覺得鬼妹仔 是一個很耳機的人 真的不會 她的演藝很真實 我本身就是這樣 我覺得 不是 真的 我不覺得會睡覺 但我實在說 我認識你之後 完全不是的 很認真 是放進去的 很堅定 你自己覺得 人們怎麼看陳映 都明白你說的 因為可能 你認識我之前 可能有很多時候 看到這個名字 都是在新聞上 之前都會很擔心 都覺得 為什麼每次做訪問 都是要問 問一些花邊新聞 對 我想從兩年前開始 就有新聞 不是只說 entertainment 或者gossip的東西 我這個網站 最常搜尋 就是陳映 就是陳映 我知道你 我的個人帳戶 叫我陳映老公 Hello 陳映老公 因為我知道 你都支持了我很多年 因為我很想知道 別人寫什麼 就一直看自己的轉變 你有沒有看到 一個最 funny的 negative comment 嘩 我 怎麼弄到鼻子這麼像劉華 神經病 你從幾年前的自己 到現在的自己 愛情觀 有沒有不同 其實我以前一直以為 拜 加30 都已經結婚了 不知道到現在都 單止未結婚未生 還沒有盡頭 分別應該是 我會把工作放在第一位 而不是愛情 即是以前是愛情行先 對 以前是愛情行先 對 以前是愛情行先 但現在都會擔心 我會覺得 身邊的人都結婚了 三個兒子 有沒有一些行為 是你曾經為愛情做過的 有 那時候拍拖 我的男朋友是在香港的 我還在那邊讀書 還沒畢業 我為了他 正如那一年的所有study 轉變了來香港 最後那幾個月 都要回去 因為都要畢業 是為了他 每個weekend 四個月回來香港 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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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只有個weekend 很誇張 那你可不可不可以拍拖 都可不可以拍拖 可不可以 快點 自己幾次結婚 以前只有三十歲 三十五前 三十三 我覺得 時間適合 感覺適合 那個人適合 其實可能拍拖 沒有了我都可能會說對 好 那究竟今天陳瑩會穿什麼衣服呢 有請我們的造型師 YoYo 麻煩 第一套就是我手上這套 Grolin Murat的裙子 因為GINNY本身的肩膀比較厚 所以如果兩邊都是Balloon Sleeve 那就會更厚一點 第二套就是我剛剛所說的Balloon Sleeve 在肩膀上呢 那為什麼我們覺得那套都適合呢 就是因為它是單薄的 公主皺 都算是公主皺 但就更詳細一點 就是 Grolin Slee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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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D隊隊今天這個套裙子有沒有什麼感想 我今天全晚聽到 不停地套歉 好靚… 我不是說我 是說妝子和裙子 都要你穿得漂亮才行 希望大家喜歡這集的幻原美女拳 如果喜歡的話 快點要CLS 知不知道CLS是甚麼 CLS Like 和訂閱 我們接下來有一個預告的1個片 會拍給大家 可不可以給我一點點 credit 這個想法 是我想的 Drunk 的 Get Ready 還有我想說我是看過Mile Jump Dance 不過我十個月份 大家一定要買人更期待 好的 我們再見吧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